而花蓮县唯一有孔庙的凤林国小 27号的上午举办了建校100周年的校庆活动 也适逢教师节 同时也举办了祭孔大典 由学生以六一五一巡古礼 行三县大礼 表达对孔子的尊崇 校方也在中庭设立了两米高的孔子雕像 和众多的校友进行了揭幕启用仪式 期盼持续传承 孔子的有教无泪 勤学向善的教育精神 花蓮县凤林国小是县内唯一有孔庙的学校 今年适逢百年校庆 27日上午同步举行祭孔大典 学生以六一五一巡古礼行三县大礼 表达对孔子的尊崇 凤林国小校长李国青表示 校内的小孔庙已有七十年历史 是全台校园少数有孔庙的学校 适逢百年校庆 于是决定盛大举办几孔大典 凤林国小成立这一百年以来 培育了八千多位的毕业生 散布在我们台湾的各个阶层 各个行业都非常的有成就 他们今天也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日 都回来母校 刚好在这个教师节的前夕 让这一所传统的百年学校 更添光彩 也欢迎我们的所有校友 有空的时候 再回来我们的校使馆 来看看过去的一些历史 校庆筹备会主委 同时是凤林国小校友的邓明星表示 曾有学生以为孔子雕像是土地公 决定发起各界赞助 雕刻2.2米高的孔子像 由花莲石雕家卓文章也花岗岩雕刻 造价近50万元 在百年里面要树立什么意义像 我们在讨论很久以后 认为凤林国小呢 是台湾全省唯一要孔庙的一个学校 而且是一个出产校长最多的一个学校 那么我们大家一致决议认为说 还是在我们原来的凤林国小的圆环呢 来树立一个孔子的雕像 这样子更契合凤林国小本身的 它的这个过去的文化的意识 所以我们经过筹备委员呢 一致决议以后呢 就到处募款 完成了这个中央教育基金会呢 来协助一下 我们完成了这个空子雕像的这个制作 另外当天也举办理校联合运动大会 大小朋友共襄盛举 增添欢乐 而在体育馆也设立了百年校时回顾展 吸引许多校友寻找当年的回忆 记得讲方言凤林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